老公最近干什么了 怎么赚了这么多钱 出手是越来越大方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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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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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原家日本的金姐 由于老公 今天 出钱 我们去吃烤肉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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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200元了 我去吧 200元了 为了吃这顿烤肉 这俩人一天都没吃饭 我刚刚瘦了三公斤 哎 这是不是一顿就给它吃回来 这是不是一顿就给它吃回来 很多人 我会把它不给MP 因为当她不必了 不需要 住宿 917元 不成功 不收钱 不成功 不用了 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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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要重新駕 可以带你出去 那儿要多了 这儿是鲨鱼 老爸,谢谢你 你还要买的呢,你还要买的呢 我不知道呢,大家发现了没有 最近呢,日本的物价在上涨 日本的油价呢,最近也超过了180日元 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 我偷偷的告诉你 日本的证券也在涨价 可能呢,对玩股票的人来说 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 从电视上看到呢,巴菲特也有在投资 谁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反正呢,现在还是在赚钱 股票呢,有升有降 物价呢,却是一涨不回头 日本呢,现在很多人都在玩基金 每年呢,120万是不交税的 挣多少呢,全靠自己的眼光与本事 听说呢,日本从初中开始 也许也要交小朋友们玩股票了 今天呢,让我老公多喝点 等于会喝醉了 让他说一下,为什么日本的股票正在涨 他是怎样赚钱的 其实呢,我也有在炒股 只不过是量没有老公的大 外汇呢,也有玩一点 总之呢,大投资不敢弄 小投资呢,是一直在做的 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日本散户股神小手穿龙 16分钟狂赚20亿 日本的富豪孙正义都来找他运营自己的资产 小手穿龙呢,是在他21岁的时候开始玩股票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无欲无求,是一个非常非常宅的人 在电视里呢,他告诉大家 这个炒股的心得就是 投资呢,是概率交易 如果你投资10次 赢6次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一直努力让自己损失变小 资产会自然而然的增长 超过了自己止损范围 就不要再想着价格回来了 尽快止损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 这个人贡献 第一次也 好 阿姨 等一下 那邊 那邊火 那邊火 上邊 上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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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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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 我拿着手 我拿着他 光是在这种木材上 揉着它 揉着它 明白 六个吗 妈妈先去吧 嗯 冬天上去吧 肌肉上去吧 在地里看一下 最近这老下雨 然后虫也特别多 这黄瓜都被咬着 现在开始揭开了 然后这秋可以 没有剪了 这里叫艾狂 非常甜 有菜 才开始被草吃掉了 现在也开始长了 只要能过几天再摘 等这个风过去了 接的多点 然后给我朋友送过去 因为他喜欢吃辣的 从体上来说 这个菜是长得不好的 就是热 有点热的离谱了 都把菜给晒干嘛 我还是回来之后 每天都来浇水 慢慢就缓过来了也许 趁着我儿子睡觉 来外面我老公 股票他是怎么赚 因为什么就赚钱了 爸爸 爸爸 为什么 股票是怎么赚钱 非常赚钱 学习 股票 股票 每人都在2家屋啊 因為圓安所以我都在日本的房子商壺 所以這裡有錢充滿的因素 那是這兩家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國家的問題 因為它使得一番安定的因素 所以現在是你錢 但在 hired 雲毛的可能性就慢 是的,你的家伙伴也同样 如果有什么可能,你听不懂的话,就会失去 虽然我老公在这个股票上稍微赚了点钱,但是这个股票还是有风险 所以说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虚谨慎,因为毕竟是真金白银出去了